9月11日恰逢北京丰台第一小学建校50周年之际 一部由该校师生共同参与并创作 汇集了李懿涓 陈思思等人加盟出演的原创校园话剧 《心在这里相聚》在心上演 剧终将全景展现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及成长经历 这不仅将孩子兴趣活力且能得到释放 一时让其懂得了互助合作的快乐 那从学校的这个办学来说 我们希望学校搞成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这核心价值 我们给它确定在小学阶段去培养孩子主动参与 永担责任和学会尊重 确定在这三方面 那么从这个办学角度来思考 我们更期望在校庆的时候 把更多的参与的机会给孩子给老师 该剧除了一众小学生之外 也是李懿涓 陈思思继《甄嬛传》后再度介绍 包括我们在排练过程中 我跟娟姐其实在有几场戏里面 其实是有争议和争执的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在于 娟姐她特别的帮助我在于 她会去倾听我的诉求 然后呢 在慢慢地说 那你看如果我们这样不行 我们换一个方式 总之就像戏里面一样吧 她既是一个师生的关系 同时也有母女情在里面 我觉得合作起来挺愉快的 好